当地时间4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和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俄乌谈判目前没有进展 是由于西方不允许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记者问到俄乌谈判目前的进展时 拉夫罗夫表示 3月29号 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行面对面谈判 俄罗斯接受了乌克兰的提议 将其作为制定解决方案的基础 而在那之后 西方迫使乌克兰立场做出改变 禁止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拉夫罗夫指责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把乌克兰变成限制和耗尽俄罗斯的工具 拉夫罗夫还表示 俄罗斯关键领域不可再依赖西方的技术和投资 在谈到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时 拉夫罗夫说 这些制裁措施适得其反 对西方自身的伤害大于对俄罗斯的伤害 拉夫罗夫表示 尽管欧盟对于海运石油接近限制 俄罗斯将大幅扩大对欧盟以外的市场石油出口 鉴于油价高企 俄罗斯预算不会蒙受损失 2022年 俄罗斯能源出口获利大幅提升 拉夫罗夫还说 欧洲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通货膨胀在攀升 经济增长在放缓 普通百姓因为物价上涨等问题受苦 许多人都面临贫困风险 尽管如此仍有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和欧元 被提供给乌克兰